一花一世界 一夜一如来 大家好 欢迎收看佛禅 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是 前不久 一名北京的女子在商场内 哭喊自己核酸检测为阳性的视频 在网络上引起热议 据悉 该女子姓谢 谢女士在吃饭途中 接到中日友好医院 打来电话 医护人员告诉她的核酸检测结果为阳性 现场的防疫人员迅速将患者控制在西广场开放区域 同时 报当地公安机关 并控制现场人员流动 封锁现场 视频中 女孩先是沉默 然后突像火山爆发一样 大声的哭了出来 隔着屏幕 我都能感受到她内心的恐惧和战力 事发之后 新闻爆出了女子的行动轨迹 原来感染的女子是从6月5号从重庆返京 就被要求继续居家隔离 可是她却在居家隔离期间多次破坏门词 报警器外出 结果就是 204个密切接触者都要被隔离 后果被几何数放大 看到这里我真的有些爱其不幸 怒其不争 一方面感染疾病着实可怜 可另一方面 她的行为又造成了更多人的风险 必须承担相应的后果 想想那些因为她而被隔离的人 同样是一场晴天霹雳 换做是谁都会崩溃 换做是谁都会恐惧 一场灾病 有时候让生命轻如红毛 却给生活留下泰山之重 灾难面前 我们才是真正理解了那句话 人生起落是无常 充满偶然性的人生里 对自己不负责任 也是对他人的残忍 不是每个人都能远离疾病 成年人的崩溃 真的就在一瞬间 事情发展到今天 我们已经见过太多的生离死别 我们以为自己足够幸运 可以离疾病和死亡远远的 却未曾想过 就在一切都要恢复正常之时 厄运却突从天降 不由分说 还记得 年初疫情刚刚爆发的时候 北京市首例新冠肺炎死亡病例 逝者叫做杨军 50岁 是一位职业经理人 和许许多多中年人一样 杨军生前还在为家庭幸福 苦苦打拼 朋友们印象中的杨军 生活积极健康 工作上进 为人仗义 照顾下属 2019年12月31号晚 杨军在微信朋友圈发布了在北京南站 撑火车的照片 并配以总在不断进取的路上的照片说明 可惜 这一切被突如其来的疾病碾压得粉碎 财经记者为我们勾勒了他人生最后的轨迹 1月8号到12号期间赴武汉出差 12号晚上返回上海 13号上午在上海电器电站集团参加了一次会议 13号中午在解放大厦三楼用餐 13号下午单独离开上海 前往郑州出差 15号由郑州前往北京出差 一个星期内 辗转武汉上海 郑州北京四地 杨军心想着拼完这一波就能回家与亲人团聚了 可是却不想在北京 北新型冠状病毒拦住了奔波的脚步 从确诊到病逝仅仅五天 疾病真的比老虎还要可怕 其实从杨军身上就有千千万万普通人的影子 换做任何人 结果可能一样惨烈 工薪家庭没有多少积蓄 没有房子傍身 没有对抗厄运的能力 在这样的条件下 有太多的方式让我们瞬间断崖失下降 一次大病可能会掏空全家的积蓄 甚至余生都要还债 你开始觉得自己是家人的拖累 社会的无用人 一次失业可能让你的家庭失去了经济来源 一次上当受骗 可能让你再也不敢回家 怕父母担心妻儿抱怨 邻居嘲笑 只能一个人在深夜的马路上放声哭泣 作者刘亮成说 落在一个人一生中的血 我们不能全部看见 每个人都在自己的生命中 孤独的过冬 成年人的世界真的有太多心酸 太多无奈 太多的身不由己 多少人表面光鲜亮丽 其实内心千疮百孔 事情不按计划走 意外比明天先来的时候 我们只有无奈和接受 原来不是每个人都能无病无灾地度过一生 能够活着能够健康就已经是一种幸运 不确定性其实才是生命的真相 苦难的人生使你变得更强 这些年有一句话很流行 成年人的世界早已戒掉了情绪 生活里有太多的瞬间 我们都想哭 想崩溃 想逃离这个世界 如果不是因为生活太苦 谁愿意在大庭广众下 失声痛哭呢 如果不是为了承担起家庭的责任 谁又愿意取一封赢 人前笑脸 人后酸楚呢 可每每撑不住的时候 总有人在你耳边说 这点痛算什么 别矫情 苦日子还在后头 其实只是味道伤心处 吴小波曾经讲过一个故事 在当年的重工业集体铁锡 有一户家庭 夫妻都在工厂上班 四十岁又双双下岗 孩子还在念初中 就这么挨了几年 一天孩子奉学回家 跟爸爸妈妈说 学校要开运动会了 老师要求 大家都要穿运动鞋 可那时候 他们连肉都买不起 还欠了不少外债 实在没钱买鞋 吃饭时 妻子数落了丈夫几句 怪他没本事 找不到工作 现在鞋都买不起 娘俩跟着他 只能受苦 丈夫埋头 一言不发 吃完饭 丈夫放下碗筷 默默坐下阳台 一跃而下 故事 戛然而止 鲁豫 在偶遇中说 无论是谁 我们都曾经 或正在经历 各自的人生 至暗时刻 那是一条漫长 又黑 阴了 令人绝望的隧道 那么 我们要绝望吗 应该放弃吗 我想活着 总比那些逝去的人 要更加幸运 人生在世 我们无法阻止 厄运降临 但至少 有两样东西 是我们可以决定的 第一 是未雨绸缪的准备 第二 则是面对苦难的态度 比如疾病 既然知道病来如山倒 会给家庭带来巨大负担 那我们就不能只盯着 可见的事业收益 却忘了隐形的健康成本 埋着头拼着命 只顾往前冲 否则也许你前半生 用命赚的钱 后半生 钱却买不回命 比如失业 既然知道这个时代 安稳越来越成为稀缺品 就要勇敢走出舒适区 多去学习新技能 多去接触新资讯 别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 不要害怕改变 要多走出心理防线 看看外面的世界 我想 只要不是面临那种 无可挽救的情况 我们作为生者 总会有波云渐日的一天 接受生活的残缺 接纳自己的无能为力 不断的调整自己 降低期望值 坦然的面对命运 给予自己的苦涩 这是每个人的必修课 说到底 外面的风雨 我们无法操控 但是为了你自己 为了家人 你还要坚强 从来没有 无灾无难的人生 生活越是艰难 内心越要绚烂 我知道很难很难 可只要活着 你就可以比想象中 更强大 请和善意的人共处 今年疫情最严重的时候 在武汉方舱医院 有的病友情绪低落 有位护士 为了让大家高兴起来 就在防护服的后背上写 胡哥老婆 没想到 这条消息 很快被胡哥看到 他给了一个拥抱的表情 并留言说 你是最美的小光头 期待疫情早日过去 期待掀起你的盖头来 这个名字 暂时借你一用 之后 记得还给我哦 有网友就说 胡哥承认了护士的名分 真好 在这个世界上 可能有太多的东西 都不在我们的掌控之下 比如突如其来的疫情 比如无可挽回的生命 但也总有一些东西 是我们可以控制的 比如爱护家人的信念 比如我们对待他人的善意 就像隔离期外出的姑娘 心怀侥幸 最后真的是害人又害己 而那些心怀善念的人 总是会提前考虑自己行为的后果 有位作家说过一段话 我很喜欢 你我皆凡人 所能做的只有接受 我们永远不知道 明天和意外 哪个先来临 我们只能认真的生活 努力的生活 珍惜眼前人 眼前事 在这长短不一的人生中 把握每一分 每一秒 活得无比丰盛 人生不易 余生不长 请一定和善意的人在一起 多一份体谅 多一点善良 是这个世界上 我们温暖彼此 唯一的光 也许我们终将在 日复一日的生活里变得沧桑 但只要心里有光 即使在寒夜里 也能看到方向 万物皆有裂痕 只要心存希望 那便是光进来的地方 今天的分享就是这些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喜欢Forechan频道 别忘记点点订阅 期待你的留言和转发 在这里 你永远不会孤单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